同学你好,我是广东金融学院的张涵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需求预测的重要性与变量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三个知识点 分别为什么是需求预测 需求预测的重要性是什么 以及在需求预测中重要的变量有哪些 要掌握收益管理中关于预测的知识要点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需求预测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 收益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科学营运管理的方法 最早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航空客运市场管制 那么我们今天就以航空公司为例 来介绍预测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 对于航空公司的收益管理而言 座位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座位控制并不是单纯的调整仓位的销售数量 整个仓位管理应该包括单望季的识别 需求预测和调整 定做曲线和上课特点的识别 节假日和特殊事件的识别和应对 超售的管理 定做缩减的管理 竞争对手可获知的最低运价识别和响应等等 以上每一个过程中 需求预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预测能不能反映市场需求的一个真实情况 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仓位管理的后续内容 所以通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需求预测 它既是整个航空公司仓位管理的重要环节 又影响着航空公司收益管理后续的定做曲线 上课特点以及销售管理等诸多环节 早期有关需求预测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航空业 由于酒店行业竞争的加剧 新技术层出不穷 商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酒店预测问题 已经成为收益管理研究的热点 对于整个酒店运营来说 预测能帮助销售部提前获悉 每个细分市场趋势动态 以便制定出最为合适的策略 还能让酒店客房部预先准备步草 安排服务人员 也能让餐饮部了解预计就餐人数 合理采购食物原料 还能让前台员工获知抵客人数 避免因人手而缺乏 导致服务水平下降 企业经常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 如预测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收入 原材料的价格 能源的价格以及消耗量 劳动力成本等 因此准确有效的预测 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最大可能的收益 避免因为短视和仓促的决策 丧失良机 从而节约成本 提高利润率 在这里 我们回顾收益管理的概念 我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信息系统技术 预测技术 统计学管理理论和商业经验的融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预测它是收益管理的重要组成之一 另外 从收益管理的四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包括需求预测 超量预定 客房分配以及定价 所以需求预测 也是收益管理的四个基础要素之一 在这里 我们给出需求预测的概念 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系统的基础部分 用来预测服务产品的未来需求 使管理者对今后的市场变化 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收益管理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 来增加收益的 其目标就是通过优化利用现有资源 实现总体收益的持续增长 这就是需求预测的内涵 接着 我们以酒店收益管理为例 来看看需求预测的重要性 对于酒店收益管理经理而言 每天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决策 是关掉某些销售渠道 还是开放它们 是提高每天的房价 还是降低它们 是接受团队预定 还是接受散客预定 准确的预测 能够给酒店带来更大的收入 否则 则会给酒店带来巨大的损失 关于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作用 首先 预测是其他收益管理模块的基石 精准的预测是收益管理各项内容 顺利推进的前提 无论是超额预定 存量控制 还是动态定价 都离不开科学的预测 其次 高质量的定价存量控制等需求管理决策 都依赖于精准的预测 预测工作的好坏 直接会关系到收益管理工作的成败 因为收益管理的每个决策 都是建立在收益管理人员 对未来的预测基础上 最后 它还起到一种乘上起下的作用 在收益管理过程中 超定 存量控制和定价等决策 都是在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开展的 第三个知识点是预测的变量 预测所使用的数据多种多样 不同企业需要预测多方面的数据 才能进行最后的收益管理决策 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预测中的核心目标 是预测的核心变量 在收益管理中 除了需求预测 还有许多重要的变量需要预测 与价格有关的变量 包括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 与数量有关的变量 缺货数量 缺货时间 最低库存量 库存变化规律 与销售过程有关的变量 消费者对销售机制 模式 定价策略的响应 我们可以根据顾客对价格的敏感程度 制定最佳销售价格 也可以通过消费者对消费机制的响应程度 来适当的调整价格 除了上述变量 不同行业因为产品属性 行业特点 消费者群体的差异 他们的预测变量也不一样 以航空公司和酒店业为例 这两个行业是我们收益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业之一 航空公司的预测变量包括 容量预测 起飞前 剩余机票数 预定取消预测 以及no show概率等 酒店业的预测变量包括 超售数据 市场细分数据 季节性数据 事件影响数据等 像no show 是指个人预定了酒店和机票的服务 但没有到场 而超售则是指售票或者酒店的客房预定超过了该航班 或本酒店本身所具有的实际接待能力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系统的基础部分 用来预测服务产品的未来需求 使管理者对今后的市场变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收益管理是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来增加收益的 其目标就是通过优化利用现有资源 实现总体收益的持续增长 预测是其他收益管理模块的基石 在收益管理过程中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高质量的定价存量控制等需求管理决策 都依赖于精准的预测 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预测中的核心目标 是预测的核心变量 此外不同行业不同的预测目的 也会对应不同的预测变量 我们在今后的课程中会继续介绍 no-show概率超售数据等变量的作用 那么这节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参与 同学你好 在上一次课程中 我分享了需求预测的重要性 以及预测的变量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预测的步骤 我们知道 需求预测是收益管理系统的基础部分 用来预测服务产品的未来需求 使管理者对今后的市场变化 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如果企业能够预先知道市场的需求 就可以提前调整资源分配结构 满足各西分市场的需求 实现收益最大化 因此 准确的需求预测 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那么预测的步骤具体包括哪几个部分 每个部分又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 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些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要了解如何进行收益管理的预测分析 我们必须对预测的步骤 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 关于预测的步骤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即数据收集和整理 数据分析和运算 特殊数据 以及预测结果反馈 数据收集与整理 是市场分析预测的前提 为了准确地进行预测 必须找到充分的数据 当收集和整理出一定的数据资料之后 还需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和预测 这样才能达到对市场变化趋势的预测 通常我们会借助趋势图表等可视化的形式 来呈现数据分析和运算的结果 此外 有一些数据它并不遵从市场政策的发展规律 它会导致市场需求的突然增加或减少 诸如重大的地质地貌 气象灾害 不可控的疫情等 往往会带来市场需求的减少 另外一些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 如大型的体育赛事 重要的节庆等 又会带来市场需求的增加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特殊数据 最后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预测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需要随着市场变化不断调整 这就需要对预测进行及时的修正和反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关于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收集的数据种类有哪些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类是必要的 数据分类有助于提高预测精度 但分组过细又难以确保每组具有足够的数据量 导致样本容量达不到预测模型的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合适的分类方法 通常我们将数据类型分为三类 一类是历史数据 如酒店历年的客房销售量等 第二个是关于现状的数据 包括当天、本周、本月 或者是未来几个月已经得到的数据情况 比如说航空公司近期的预定情况 价格变化情况等等 第三我们需要收集未来一段时间 企业所在市场发生变化的数据和资料 包括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前景 本区域行业发展状况 竞争对手的情况等等 在收集到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还需要进行数据的整理 可以通过一些辅助的软件来自动生成报表 也可以通过手动录入信息的方式 来进行数据的整理 关于数据分析和预算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 数据分析 多采用直观性可视化较强的图表 来进行结果的展示 关于数据的运算 既包括一些简单的求平均值百分比计算 也包括一些复杂的数学建模 对于复杂的数据整理 需要借助数据模型或者借助电脑软件的帮助 使得数据不断地逼近目标的自适应算法 来进行回归分析信息分析等 例如 在餐厅的收益管理软件中 我们可以通过就餐团体登记时间 结账时间 消费额 就餐人数等来进行相应的数据运算 进而可以得出餐厅的收益率 在我们统计的过程中 会发现一些数据并不遵循市场政策的发展规律 如重大事件 它会使市场的需求突然增加或者减少 此时经营者同时面临着机遇和风险 预测的准确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更为突出 例如在广州的酒店业 每到广交会期间 各家酒店的价格会相继攀升 餐厅价格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 这个表格展示的就是 某酒店在三月份到六月份期间 因为不同的事件而出现的相应的价格调整 在进行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以及数据的分析与运算 并且考虑了特殊数据的影响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对于预测结果的预判 需要强调的是预测通常不是一步到位的 需要考虑不同的变化因子不断地进行调整 并且预测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组合 通过多种方法的合理使用来规避掉单一预测方法所带来的弊端和缺陷 另外预测也不是片面的点状预测 往往是考虑了时间变化因素的综合的全过程的预测 过程预测可以使决策者因时而动 占领有利市场从而实现收益优化的目标 选择出合适的预测结果之后 要保证这些结果能够有效运用 例如已经预测到四周后旅客对客房的需求情况 酒店就应该提前做好相应的部署 安排好预留的房间数量 使供应能力能够充分满足市场的不确定需求 下面我们以一组酒店业数据为例 来说明一下数据结果的运算及定性方法等分析过程 首先我们来一起观察这四家酒店的一些基础信息 最先看到的是它的开业年份 第四家酒店是1983年开业的 那么需要考虑它的设备 家具是否老化 是否存在员工懈怠的问题 是否会与其他三家有明显的差距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客房 第四家酒店的客房数量最多 那么它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 根据不同的人员结构 定价策略会不一样 最后是会议场所 主办方往往会根据举办方的主旨和意图 来选择最合适的 最利于需求的会议场所的面积 确保会议的顺利召开 收益管理经理只有了解了酒店与竞争对手的区别 那么才能根据市场变化更好的制定价格 今天的课程我们主要是介绍了预测的步骤 即数据收集和整理 数据分析与运算 特殊数据 以及预测结果反馈 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同学你好 今天我们介绍预测的方法 预测的方法多种多样 有正式预测法与非正式预测法 非正式预测法是管理人员 依靠直觉或主观判断的预测方法 用这种方法进行预测通常风险很大 正式预测法有两种 一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运用数学公式 以及其他数理统计的原理 进行定量分析法 二是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 由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 或外来专家的专题研讨 来预测未来的定性分析法 此外 随着科技的创新 还有一些新兴预测法 不断被发明出来 本次课我们介绍 常见的几种预测方法 首先是定量预测法 它需要处理较多的历史数据 因果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 是主要的定量预测法 因果分析法的求证 在时间纵向方面表现度不够 而时间序列法能够预测 某一时间的需求 但是无法解释原因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往往结合两种分析方法 进行预测 因果分析法 又名鱼骨分析法 是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分析方法 主要用于工商管理学科建立分析模型 常用的因果分析法 包括回归分析法 模拟法和贝耶斯分析法 因果分析法 可以得出数据变化的原因 以及寻找对应的影响因素 下面我们看看 因果分析法中回归分析法的具体 算法 回归分析法认为 要预测的某个对象的结果 依赖于其他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 回归分析法 研究的是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用公式来描述这些关系 回归分析法的关键在于 弄清未知变量与已知变量之间的关系 只有当二者关系紧密时 才可采用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分为 简单线性回归 及复合线性回归分析法 非线性回归分析法等 在一元回归分析法中 利用相关系数 以及决定系数 可以判定二者关系是否紧密 计算公式 如图所示 该公式是自变量X 与因变量Y的相关系数公式 分子是XUY的斜方差 分母是两者标准差的成绩 相关系数体现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取值范围是-1到1 系数为正代表正相关 系数为负代表负相关 系数为0则代表两者相互独立 决定系数反映了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影响程度 例如某些自变量的变化 能解释因变量变化的程度 对简单线性回归而言 决定系数等于相关系数的平方 如R等于0.8 则意味着因变量80%的变化 能够被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解释 另外20%的变化由其他因素解释 其他因果分析预测法 包括莫密法和贝耶斯法 这些方法都是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 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在回归方程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种预测方法 由于这种方法很复杂 在收益管理中不是很常用 第二类定量预测法 即时间序列法 是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的时间序列及变化情况 找出一定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 它的使用条件是 首先要分析某段时间发生的情况的周期性 或季节性变化的特点 然后以此为基础 预测未来同时段将会发生的情况 时间序列法主要用于短期预测 又可分为直接预测法 简单平均预测法 移动平均预测法和指数平滑法等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定量预测法中的指数平滑法 指数平滑法是根据本期实际值和过去对本期的预测值 预测下一阶段数值的方法 它反映了最近时期实际的数值对预测值的影响 这是一种在移动平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加权平均分 这种方法在企业管理领域很受欢迎 指数平滑法的基本思想是 如果对某个特定的时段的预测过高 在下个阶段预测时就要降低它 如果预测过低 则需要提高它 指数平滑法的一个主要好处是预测时 只需要两个时段的数据 不需要太多的数据 因而无需获得太多的数据 从而节约时间和人力 在预测中 因果预测法和时间序列预测法相当有用 但却都有局限性 首先利用这两种方法时 对历史数据的依赖性较强 如果没有历史数据或是数据不足 则无法预测 其次两种方法都假设过去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而忽视了未来新发生的以及不会再发生的事 在实际的预测分析中 我们都会遇到定量预测的数据缺乏 或者数据不健全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会遇到定量的方法 无法满足我们的预测分析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合定性分析的方法 来弥补定量数据的不足所带来的预测结果的影响 常见的定性预测方法有 市场调研法 企业员工综合意见法 德尔非法等等 首先市场调研法 市场调研是为了提高产品的销售决策质量 解决存在于产品销售中的问题或寻找机会等 而系统客观的识别收集分析和传播营销信息的工作 对于酒店业市场调研而言 具体需要收集信息包括 一经济环境如国内生产总值GDP 二旅游行业环境如旅游收入城市接待过夜旅客人数 三区分市场环境如过夜天数客房收入 四其他如会展日历特殊事件等等 其次企业员工意见综合法 这种方法需要财务销售收益等相关的管理人员 先独立进行销售情况预测 包括对购买力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竞争对手动向等问题 开会讨论汇总所有人的预测结果并整合 最后就预测结果达成一致的意见 第三种方法是德尔非法 是为了克服专家会议法的缺点 而产生的一种专家预测方法 在传统的专家会议预测的过程中 专家彼此互不相识 互不往来 存在专家们不能充分发表意见 权威人物的意见左右其他人的意见等弊病 通过德尔非法 各位专家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预测意见 该方法的具体的分析流程 像我们这里展示的这样 会通过具体的环节来避免传统方法带来的不足 定性预测方法 它的优点在于弥补了定量预测 在数据获取层面的局限性 它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依靠经验判断 以数据调查和信息收集的分析和研究结果作为辅助 研究结果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除了上述常规的定性和定量预测方法之外 近年来还发展了不少新兴的预测方法 比较经典的有神经网络模型 模拟仿真法和复合模型 其中神经网络是目前发展迅速 应用广泛前沿交叉学科的一种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神经网络模型的特色在于能够分布式存储信息 并能够并行协同处理信息 由自组织和学习的能力 复合预测是为了解决单个预测方法 往往在预测精度和稳定性的缺陷 可以有效地提高预测的精度 并且减少预测的误差 模拟仿真法能够较准确地 模拟限时时间顾客随机的预定和取消行为 但是前提是要建立概率统计模型 如二项分布或博松分布模型 下面我们以BP神经网络的航班需求预测为例 来介绍新兴预测方法的具体应用 BP神经网络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学习 能够记忆复杂的历史定做规律和销售趋势 BP模型和常用的增量法 回归法进行比较 具有预测精度高 适应性强 异于实践等优点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了预测分析的定量 定性以及新兴研究方法 无论使用什么预测方法 有一点是相同的 既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作为预测依据 鉴于预测的重要性 酒店在选择预定方法和计算机辅助系统时 一定要选择适合本企业的情况和方法 否则会适得其反 所以 仅仅依靠定量预测法或者定性预测法是不全面的 存在一定的预测偏差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